你可能覺得肯德基爺爺就是肯德基爺爺 然後說不定你甚至以為他的英文詞叫做什麼 KFC Grandpa還是三小的 不是 那這個人 他們一般就在北美 他的稱呼叫做 Kernel Sanders Kernel這個字 是上校的意思 好啦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上校那個軍艦 你知道 那他的拼法 C-O-L-O-N-E-L 那還有一個字叫做 C-O-L-O-N-Y 那後面這個叫做殖民 殖民地的殖民 所以他的形容詞colonial colony 所以colo這個C-O-L-O的發音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上校這個字 你可能就會 所以誤以為他唸成colonial還是不對什麼的 但不對 他的發音很奇怪 就是 Kernel Kernel 中間那個L是沒有音的 OK所以再打一下 是 軍階叫做上校 那 就像我們很常把一個像說Doctor什麼啦 Mister什麼啦 什麼的 那我們講說 什麼什麼上校就是colonial什麼什麼這樣子 所以把他的頭銜放在前面 所以他叫做Sanders 所以他就被稱為colonial Sanders 所以 商德斯上校 那他事實上真的是一個colonial嗎 也不是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邊這個說的齁 所以他的開頭的確他的主詞 就用他這個肯德基上校 商德斯上校這個 當作這句話第一句話的主詞colonial Sanders 動作就是was 所以他事實上並不是一個colonial 在軍事方面的真實來講這樣子 那中間到底到底的補充呢 當然也就是說他是這個 一個指標性的一個 KFC的創辦人 so the iconic founder of 那KFC他整個列開來就是 Kentucky fried chicken 好 就是肯德基啦 好啦 那 下一句 the title of colonel was an honorary one 所以他的這個上校這個頭銜呢 事實上就是一種榮譽上校 他們講榮譽博士 事實上你沒有去讀 只是因為你捐錢 或者你很有社會影響力 所以這個學校要頒給你一個 榮譽博士 榮譽學士 榮譽什麼事的頭銜 所以這是一個honorary title so it was an honorary one granted to him by the governor of Kentucky 所以是這個 Kentucky這個州肯德基 不對 是不是叫肯德基州嗎 肯塔基州嗎 好啦隨便了 Kentucky這個州 the governor 州長給他的這樣子 in the state of Kentucky this title is a significant honor typically awarded in recognition of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and dedicated service to the community 通常這個是頒給一個 就是你有 我們剛所說的 你在社區中有特別的 了不起的地位 或什麼的你有成就 所以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是了不起的成就 或者是你有 dedicated service to the community 這 dedicated 就投入的 你有投入很多的服務 在這個社區中 好然後第二段 What's interesting is that Col. Sanders received this honorary title not once but twice 所以有趣的是 他得到了不止一次 竟然得了兩次 he was first named a colonel in 1935 and then in 1949 he received the title again 所以三五年的時候 得到一次 49年又得到一次 中間隔了 13年 actually 14年 9加5 對 this recognition is a testament to the impact to the impact he made 所以這就是見證了 他所製造出來的影響力 十四多年 十多年中 他就頒給他兩次 not just as a businessman but as a cultural and culinary icon 所以不是只有說 生意做得好 他還是一個文化上 以及料理界的 所以料理這個詞 我們很常看得到 我也還蠻常講的 所以你把它唸成culinary culinary 我都有聽過這樣子 所以他也是 culinary icon living a lasting legacy in the world of fast food and fried chicken 所以他留下來一個 很持久的一個傳奇 一個legacy OK legacy 這legacy翻成 留下來一個傳奇傳說 但是可以理解的 這樣子 像legend這個字 我們也很常理解 就是那種傳奇之類的概念 這樣子 legacy就是以前留下來的東西 說實在的 而且legend這個字 除了傳奇之外 也還有一些其他意思 像例如說 我們有一張地圖 上面有些特殊的標示 那些標示 你不知道再代表些什麼 你就可能就找一找 找他的地圖 右下角左下角 可能就會有一小個區塊 把那些標示 全部都整理 放在那邊 然後告訴你 那個標示 他stand for什麼什麼東西 我們就可以說 那是這個地圖的legend 這樣子 所以legend有這樣一個 很不知道該怎麼用中文解釋的意思 就是解釋小標示的一個 整體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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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解釋 有時候中文轉不過來 尤其腦袋有時候最近又腦霧的很嚴重 但我們還沒講完 我們還有一些值得說的東西 就是我曾經在一些英文的內容中 像聽那個stand up comedy或什麼的 聽到他們講說 Kernel這個字 有另外一個描述就是說 前面會加一個形容叫做 Fall bird kernel Fall bird Fall就是完整的那個Fall 然後再加個鳥這個字 A fall bird kernel 那我就覺得很有趣 為什麼你要強調那是一個完整的鳥的Kernel 跟鳥有什麼屁關係啊 所以我剛剛也的確找了一下下 真的找到有這樣 Fall bird kernel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描述什麼 So U.S. military colonels rank Rank above a lieutenant colonel and below a brigadier colonel general 對不起 所以他這邊又講了另外兩個關節 所以一個叫lieutenant colonel 我真的不知道中文該怎麼翻 所以他在lieutenant colonel的上面 但是卻又在brigadier的general的下面這樣子 So the modern day insignia for a colonel Kernel is a silver eagle with a U.S. shield on its chest and holding an olive branch in one talon and a bundle of arrows in the other OK 所以今時今日的這個 insignia 就是它的一個徽章 圖像 所以Kernel的徽章圖像 就是一隻銀色的Eagle 那個Eagle就是老鷹 像美國禿音叫Bold Eagle 也打出來一下好了 所以Bold這個字 不是Bold Bold Bold Eagle 所以兔鷹 那總之它是一隻銀色的Eagle 那然後它有一個美國的盾牌 在它的胸口上 所以一隻老鷹 胸口是盾牌 U.S. shield on its chest 然後它這個在一個Talon 這T-A-L-O-N 這個字的意思是那個 就是鳥的爪子這樣子 所以爪子呢 一爪抓著一個Olive Branch 就是那個橄欖枝 或許代表著和平這樣子 那另外一隻Talon 則是抓了A bundle of arrows 一束一把那個弓箭的劍 所以就是我要打你 我還是有劍的 但是我也同時有橄欖枝 所以這還蠻有意向的 我覺得好 所以這個Eagle就導致大家給了它一個不太正式的名稱 就叫做Full Bird Eagle Full Bird Colonel這樣子 所以原來是因為Eagle這個圖像衍生出來的一個 而且還講完整的鳥 那我就不知道有沒有Half Bird Colonel 不曉得 可是總之Full Bird Colonel這個詞是一定會聽得到 要是你在英文的世界裡面 曾經得夠久 像我一樣的話 你就會聽得到 欸這個詞好像怎麼怎麼講 什麼叫Full Bird完整鳥三小 那你現在就知道了 OK 所以通常就放在Kernel前面 所以你看這邊這也只有 它只有講到Kernel而已 它沒有講到別的 沒有講到Full Bird General還三小的這樣 你看下面也都說了 Full Bird Colonel Full Bird Colonel Full Bird Colonel 好啦那知道就好了 覺得有趣嗎 Hopefully 我是Paul我們下次見 音樂 謝謝你 謝謝你 咦